那今年就想說去久一點去維持一個月的志工服務 那就是做一些深度的幫助 然後真正了解到當地的需求 然後進的幫助 那我到那邊之後 就是感覺到那邊整個落後的台灣將近二三十年 在那邊網路不普及 然後很多房子甚至是用毛巢物蓋的 那所以他們上課 早上要去上漢文學校 下午上中文學校 那上中文學校就是一種 比較很辛苦他們學生 但是對他們學生來講 整天都要上課很辛苦 但是他們還會就是為了傳承中華文化而去 把就是在漢文學校以外 在中文學校還會很想要上學 那去到那邊就是感觸很深 在那邊很多地方需要幫忙人才的外流 然後加上十字的不足 就是有很多需要台灣的一些志工老師 甚至那個就是去幫助他們當地 希望讓台灣的更多人然後 了解到這個部分 了解到台北這邊還有一群被遺忘的龍樂傳人 在這邊堅持華文教育 然後為了那個中華文化傳承在這邊奮鬥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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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